这边是淋浴区 一共是四个四个八个 这一片一共是24套 24套安装花扇 这边它四个呢都没有灯 我们干活呢都是自己带的灯 然后这个区域咱们装完了 到那个区域 那个区域就能有窗户就比较亮 走 这边就是VIP包房了 这个 这个连连扇好像装完了 连连扇这个装了 这是一套安装的配件 这里面有一颗顶丝 顶丝是这儿的 当我们安装好以后 把这个插到位 然后这个顶丝就可以把它锁在一起 拉毛呢 它是正常的把咱们这个生料袋缠上 然后呢把它再组合在一起 这个地方也来点 少来一点点就够了 这个我们就做好了 在工地干活 遇到这种情况是太正常了 也不足为奇 在我们前边呢 还有一波师傅干过 应该是干到崩溃 最后又撤走了 这个周围打开以后呢 看它里边都是空的 很多下边它也都是空的 防止我们安装好以后呢 万一有漏水的话 它会往这个边边里面去渗 为了防止渗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做了个二次处理 就是给它用水布露 重新把这个地方补起来 就是下面这一部分补起来 现在这里头弄点水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布露给它倒上去 用水布露把这里边这个缝呢 都给它填起来 水布露真是个好东西 这个东西干的比较快 你抹好了最起码 以后就是说咱们安装有点问题吧 这个水它能从这流出来 这是很关键 我模拟一下 你看这个水吃出来 对吧 它就从下边流了 如果这个份儿你不往做堵的话 你在安装有点问题 这个水就从墙体里边跑了 到之后你要找这个漏点 那就难了 涂抹的也就是一半 上面我们就不用管 上面虽然是空的 但是也不用管 只要只要这个水能从这流出来 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我们就预煮这一部分 打两个仗色 把这个装饰盖也上 别忘了这里还有一个顶丝 这个地方这有一个顶丝 这个顶丝要给它锁住 如果里面的水管是个活的话 那一放水它就跑了 锁住它就跑不了了 角度的话 后期可以随意调节 好了 这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视频大家就凑合的看吧 太忙了 没时间拍视频 拜拜